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本15号最新解密的外交文件显示 金门巴尔三炮战 发生后隔年的1959年 当时日本首相岸信介 曾向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表示 台湾如果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 对日本的安全保障是重大威胁 在香港宣布停止投资移民政策后 外媒报道 获得英国投资者签证的中国公民人数 去年成长一倍 另外在美国澳大利亚以及葡萄亚 试图获得居留权或公民资格的 中国富人数量也激增 美国16号放宽对古巴的旅游与贸易限制 预行上个月达成的协议 与古巴开始关系正常化 德国总理梅克尔说 不会邀请俄国总统普京 参加七国集团峰会 他强调俄国病吞克里米亚 公然违反国际法 乌东事件严重违反国际共同价值 乌报头条带应关注 在法国接连恐怖枪击案之后 昨晚比利时东部也传出了警察和恐怖分子枪战 至少有两人被击毙 当局表示这群恐怖分子和伊斯兰国有关 请看本台著欧盟记者的报道 在今晚进行的反恐行动中 警方打死了两名恐怖分子 打伤一名并且逮捕了几名嫌犯 瓦解了这次的恐怖威胁 在上周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 比利时已经加强了警戒 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反恐行动 维尔维耶在晚上枪声大作 警方包围恐怖分子藏身的公寓进行围捕 恐怖分子开疆试图攻击警方 警方也展开回击 在这次突袭行动中 至少两名恐怖分子遭到击毙 当局表示这批恐怖分子 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有所关联 并且准备发起一场 大规模的恐怖袭击 他们日前从叙利亚回到比利时后 就已经被警方密切监控 比利时将全国的恐怖威胁警戒 升高到第三级 加强戒备 就在同一天 比利时警方也冲攻逮捕另一名嫌犯 该嫌犯涉嫌贩售军火武器 给发动巴黎恐怖袭击案件的 恐怖分子之一库里巴黎 警方正在进一步厘清案情 新唐人记者杨立新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镜头转为台湾 禽流感案例不断增加 而且又有新病毒H5N3 分别是屏东万丹的一处鹅厂 以及高雄市陆竹区的肉鹅厂 新病毒H5N3在台湾第一次被验出 防检局推测是后鸟传递感染 我们来看到稍早防检局的说法 这个都同样是韩国H5N8那个H5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 在临床上的表现都是一样 对鹅有这个高致死利 那当然现在没有发生在G 但是因为在韩国有发生在G 而且这个H的那个切割位 有六个检机 所以推测对G也是会有 一旦感染到G 也是会造成一个高致死利 全台新增36处养情厂确诊禽流感 而通报疑似染病县市新增了苗栗县 一座养鸡厂死亡了80只鸡 至于是否确认感染 目前还在检验当中 台北市长柯文哲上午主持 台北市警察局长交接典礼 由台中市警局长邱峰光正式接任 对于西门丁枪击命案 柯文哲表示对新局长有信心 邱峰光则表示 专案小组正在全力侦办 相信短期之内就可以破案 台北市目前是没有很重大暴力 其实一两件不算 不过我相信新任的警察局长来 对于这个治安 应该还是一个算是利多 希望我们在未来的时间内 让治安好可以更好 本专案在黄前市长案发的时候 在检察官的指挥之下 成立专案小组日以继夜的全力侦办 我也把以前逮捕嫌犯的经验 提供给专案小组参考 目前进度非常的积极 我们有信心在短期内 对全力来侦破本案 台北市长柯文哲上午亲自主持 台北市警察局长交接典礼 要求新任局长邱峰光 在一个月之内提出 诈欺刑事等案件的解决方案 台中市警局长邱峰光北上任职之后 我们来看到在台中的部分 今天台中市警局举行新旧局长交接仪式 台中市长林嘉隆出席兼礁 还希望北中能够联手 迅速侦破西门町命案 增防并重 那么对犯罪集团 背后所可能涉及到的 不管组织性的这些帮派 还是有关于他们 一些违法的经济 社会的活动 必须防范于未来 我们要配合行动的事务团队 无红接轨 全力的来推动 治安交通 为民服务三大的主軸工作 台中市长林嘉隆还说出风光北上之后 他希望台北台中两位局长能够联手迅速的 征破西门町的命案 台北市夜店杀警案曾微豪跟曾心同等13名被告 上礼拜三月7号才获得交保 不过北检跟死者家属质疑有创政的可能提出了抗告 高院撤销招保裁定发回台北地院 上午法官决定明天上午9点钟重新召开积押庭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国际汇市大震荡 瑞士法郎大涨欧元应声下挫 瑞盈人士指出 与瑞士法郎同属避险货币的日元走势强劲 只要日元能维持升值走势 在这一波国际市场波动中 新台币将会有升值空间 英国金融时报表示 12月中国各银行新增贷款不佳 然而银行总体业务活动却在不断增加 这种状况意味着 在11月底中国央行降息之后 因此银行业正在迅速地借助降低后的借贷成本获利 Google宣布推出一款模组化智慧型手机 作为领行计划天坛心的一部分 民众依照需求喜好选择自己的硬体 包括镜头萤幕处理器 都可以做自己个性化手机 就像乐高积木一样 Google推出穿戴式眼镜工程以来 一直受到成本安全性 以及隐私权三打方面问题的困扰 Google最近宣布 现行款式的Google眼镜将会宣告停产 新台里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北京出现严重雾霾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布的数据显示 昨天已经超过国际指标20倍 能见度非常低 白天驾驶都要打车灯 那么有一些在北京的外国人 他们就拿着自制的牌子 写着等风来 我们都是埋新人质版 宣泄不满 引起路人围观 另外歌手王飞在微博上贴上一张 从阳台看外面的照片 只有白茫茫一片 什么也看不到 王飞发了两个字 先进还附上个戴口罩皱眉的表情 去年10月演员贾乃亮在微博晒出了一张雾霾照 表示一早打开窗帘 我以为我瞎了 民众对于这起实面埋伏可以说是苦不堪眼 随着年节脚步逼近提醒您小心用火的安全 在彰化深港全新工业区内一家制造实用油的工厂 昨天12点多被通报起火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彰化县消防局马上出动了消防车进行抢救 火势在凌晨2点左右获得控制 我们在接获我们深港乡文工八路的那个 一个制造油脂工厂的一个火灾 那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 那火势已经相当的大 那我们有派遣我们一大堆辖区的 包括有河美深西深港 还有彰化东区以及秀水等单位来支援 那目前的整个一个火势已经熄灭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浓浓的烟雾从工厂向上冒出 消防队员拉水线进行抢救 希望在最短的时间扑灭火势 火势一度颇及了隔壁冷冻场 现场指挥官表示呢 目前损失难以估计 其火原因有待见识 所幸火灾并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接着我们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昨天美国一名男子预谋 用枪支和炸弹攻击美国国会 索性提前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逮捕 香港特首梁正英民调11年最查 昨天在立法会上犯民主派议员 甚至模仿周星 持着电影丢出了诚实豆沙包 要他下台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请锁定新唐人五间新闻 甲崩的好朋友 饭有产品重视现代人追求健康 方便卫生饮食的标准 不含防腐剂 人工香料 人工色素 起云剂 现代人养生饮食的最佳选择 中获罐头类的金牌奖 优良奖及全国金字招牌奖 并持着服务 奉献 健康的经营理念 提升国人吃的品质 更能让消费者购买是安心 吃得放心 伴有甲崩的好朋友 北港朝天宫 妈祖慈欣 苦继世人 神恩与天同宫 敬天 感恩 福报 平安的祈愿 尽在北港朝天宫 顶级打造来自坚持 Just Time 荣获百项国际设计大小 简约 优雅 淋漓尽致 正经营代理 www.justtime.com 今年的叶旦很不一样 法拉里卫浴 带您环游世界 欢迎回来 继继续带您来关心法国恐怖攻击案 美国国务卿凯瑞 今天稍早已经搭机抵达巴黎 凯瑞说他访问法国的目的是要给巴黎一个大大的拥抱 明天他要和法国总统欧兰德会面提供华府的支持 而正在亚洲访问的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也关切恐怖攻击案 他对媒体说任何人都不应该以上帝之名杀人 但是以言论自由侮辱他人的信仰同样不可取 在欧洲被警告可能要面临911事件以后最大的恐怖威胁之后 昨天美国一名男子预谋用枪支和炸弹攻击美国国会的阴谋 所幸提前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并且逮捕 而这名男子会发动孤狼式的恐怖攻击 连他的父亲都感到惊讶 在认识康奈尔的人中 几乎没人相信康奈尔会策划恐怖袭击 康奈尔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几乎足不出户 最近信仰了伊斯兰教开始留胡须 并在结识了一位新朋友后从家中搬走与朋友同住 去年秋天康奈尔与FBI的线人联系 希望一同发动孤狼式的恐怖攻击 表示对ISO的支持 1月14日康奈尔购买了两支半自动步枪和子弹 准备对国会大厦发起攻击 就在康奈尔走出武器商店后 被埋伏在那里的FBI人员逮捕 恐怖攻击阴谋因此被挫败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香港传真 我们带您来看到特首梁正英的民调 来到了11年最差的评价 昨天香港立法会问答大会上 泛民主派议员批评 梁正英是独裁者搞文革 甚至丢出了诚实豆沙包 要求梁正英下台 继星期三之后 梁正英在答问大会上 再次遭到泛民议员的抗议 多名泛民议员批评施政报告 如政治斗争纲领 要求梁正英下台 这样来到去做 是不是就是为了突显自己 能够有个维稳的作用 越来越巩固 但是呢 他有没有想过 如果他这样虚报军情 欺君犯上呢 他后果很堪裕的 有一个这样的六八九做特首 权欲分心 胜好斗争 就是我提问着他 是不是想做香港的毛泽东 搞文革 搞批斗 政府都针对的 黄山的恐怕 黄义 精精就要说 这个团者知道 年轻人 这个国家受斗 我没有事问他主席 梁正英下台 我要分手水 另外港大民调显示 港人对施政报告 满意仅三成 评分为49.5分 比过去两年差 是继董建华2004年 施政报告后 再次录得不及50分的施政报告 新唐人记者 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中共的政治清早持续 军方昨天公布了2014年 16起军级以上将领的 重大贪腐案 其中有四宗是首次对外公布 包括了徐才厚等人 这16名军级以上贪腐将领 散布在中共 中央军委 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 总后勤部等 其中除了一人是大校军衔以外 其余15人 全部是中共军队的将军 被称为是贪方式的贪腐 那么今天晚间 我们还会有更完整的报道 台湾爆出历年来最大共谍案 陆军空军都沦陷 北检政办中共解放军上尉 郑小江来台发展共谍组织案 查出被郑小江吸收的军种 横跨了陆军空军 是历年来接触人数最多 范围最广的共谍案 检察官今天依违反国安法 起诉郑小江等6人 并且将在押的两人 移送台北地缘审礼 来关心神韵艺术团 全球巡回演出的最新消息 神韵在美国中西部的奥马哈市 两天两场的演出圆满落幕 当地的主流精英还说 明年还要再来观赏 1月14日 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 在奥马哈市当地著名的 文化古迹奥芬剧院 进行了最后一场演出 虽然室外是天寒地冻 但是室内却是春意盎然 当地观众为神韵所呈现的 纯善纯美的演出 而感动又感恩 Oh my goodness, I'm so glad you guys came to Omaha, Nebraska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ll places It was wonderful It was excellent, very excellent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thank you Lighthearted, fun, and energetic And yeah, it's a good evening Thank you It feels warm and fuzzy It's very enjoyable I've seen a lot of dance This is different from what I've seen before And it's wonderful I think it's great It's the colors and the beauty And the storylines and everything It's fantastic Oh, I'm very interested in it It was very good It's a very good representation And I learned a lot Just from listening to the announcers And then watching the show as well 奥马哈的主流精英 也为神韵蕴的文化和精神内涵而感动 I just feel bad for the people Being persecuted, you know But I'm glad that they Are putting this show together And maintaining some of their culture You know From thousands of years ago I thought maybe the presentation in Chinese In Omaha, Nebraska Was very unusual But worked culturally For the entire show And under persecution They still have compassion And I think all the Chinese people Probably want freedom But they're They're stuck under communist For now anyway 最后观众表示 他们还会来看神韵 This is my first time at Shen Yun Yes But it's not my last It will not be my last 新唐人记者李新 美国奥马哈士报道 第87届 美国奥斯卡金像奖的入围名单 正式揭晓 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和鸟人 分别以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等9项提名领跑 而模仿游戏则是以8项提名 紧追在后 来看我们的详细报道 鸟人和布达佩斯大饭店可谓出尽风光 除最佳影片外 还分别获得最佳导演 最佳摄影 最佳原创剧本等8项提名 鸟人是一部黑色喜剧电影 讲述曾经风光一时的超级英雄鸟人 随着时光流逝 沦为过气演员 在面对其演艺生涯中 最后一次翻身的机会时 各种考验接踵而至 鸟人要为人生做出最后一波 而布达佩斯大饭店 围绕着一位带着传奇般色彩的 酒店礼宾员和他的年轻门声展开 以大饭店的前世今生为背景 讲述欧洲近半个世纪的战火硝烟 沧海桑田 本期奥斯卡影帝与影后的争夺 也相当激烈 影星麦克尔基顿 这次凭借鸟人首度问鼎奥斯卡影帝 不过在万物理论中 扮演剑动人的艾迪瑞德曼 以及模仿游戏的男主角 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 也来势汹汹 54岁的女星朱利安·摩尔 刚以依然爱丽丝 荣登金球奖戏剧类影后 他将与两位奥斯卡影后 瑞西·威瑟斯鹏 马利昂·戈迪亚 以及新秀菲利西提·琼斯展开角逐 本期奥斯卡颁奖典礼 将于2月22日在洛杉矶举行 新唐人记者周期维清一综合报道 最终我们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西里人其隋唐 昨天传出闪驾东尼 自外姚文昊也在第一时间表示祝福 电影咖喉一周之后 就要在日本上映 昨天小舞演员和导演 已经现身东京的适应会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五件新闻 老猫 喜好没啊 不要再乱废水啦 谢谢帮我啊 啊 还在工作 喂 Dr.Warren 解决你用水问题 啦啦啦啦 大井用心 讓您用水更安心 現在就上網搜尋 Unitop 足考 歡迎回來娛樂消息電台 看到一人隨堂昨天傳出 在美國拉斯維加斯登記結婚了 好消息事業兩得一的隨堂 去年4月才公布和通癮的戀情 結果戀愛不到5個月就閃婚 舊愛姚永浩在第一時間 聽聞隨堂閃婚的消息之後 立刻祝福他 就是祝福啊 祝福啦 難過 祝福啊 怎麼對 嚇一跳啊 也沒有特別的 閃婚多半都會 就哎呦這樣一下 對啊 閃婚多半都是這樣子 祝福啊 就真的很祝福他 非常非常的恭喜他 而且希望他一定要幸福 不要為了說 為了閃婚 為了說似乎找到真愛了 然後去經營一段感情 希望他是真的幸福 一定要幸福 34歲的隨堂正式升格為人妻 舊愛和圈內的好友都給予滿滿祝福 下午隨堂將會出席活動 勢必會成為媒體焦點 藝人江蕙的告別演唱會之前爆發搶票爭議 經紀公司宣布會安排加場 他的經紀人陳子虹說 今天下午會開記者會公布加場的消息 包括了售票系統 加場日期以及門票開賣時間 另外江蕙昨天在臉書上和大家分享心情 並且貼上了天王張學友贈送的簽名CD的照片 CD上還寫著PS我會練好家後 讓外界紛紛猜想張學友是不是會出席擔任 將會祝福演唱會的嘉賓 描寫台灣第一支打進日本甲子園的熱血棒球電影KANO 一星期之後就要在日本上映 而演員們也前往日本展開宣傳 昨天下午電影演員們和導演 現身了在東京的試飲會 請看我們東京記者的報導 這兩天KANO在東京舉辦試飲會 已有不少影迷先賭為快 15日電影卡司和導演首次現身東京劇院 給觀眾一大驚喜 我們終於來了 我們今天沒有很大牌的運動明星來站台 但是我們有一部誠意十足的電影 我們會讓你笑 我們會讓你哭 我們會讓你嘆息 我們也會讓你忘記呼吸 終於在日本上幕 因為這部電影就是為台灣與日本觀眾所打造 從題材的挖掘 是台日對棒球歷史的共同回憶 導演員挑選以及音樂創作 都是兩國藝術家們的心結結晶 網絡用網絡 我們會跟上監督的主題 我們是最大的合適 我們在一起的主題 我們要看一首歌 我們不想看一首歌 我們會不會出現什麼的 我們會出現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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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映就造成轟動 並獲得了觀眾票選獎 終於在1月24日要在日本上映 不過飾演金城教練的 永奈正銘卻感嘆 經歷五個月的拍攝 每個年輕演員已經猶如自己的孩子 再聽完其他未能同行球員的問候性內容 還一度哽咽 這段時間看起來就知道 但在日本中 就繼續說不定 這裡就不定 接著帶你來看到1月16日的天氣預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唐人五件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